HELLO 大家好 我是屏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大家對於筆電的想法 有的人是希望不要太重 能夠隨身攜帶的需求 有的人是希望能夠長效續航 有的人則是需要經常外出剪片 又或者是辦公的地方 辦公用的電腦跑得比家裡電腦來的慢 並且希望筆電能夠當作行動工作這樣的需求 只不過萬一筆電壞掉需要維修的時候 大多數人的想法是直接去專門的筆電維修站拿去維修 並且支付一定的檢測費或是維修費 特別是筆電是一個一體式的產品 一台筆電能給你更換的地方不多 大致上能自行DIY更換的地方主要有三個 分別是記憶體、儲存、跟無線網卡 通常在2萬以下的筆電 不太能更換記憶體 但如果是其他地方壞掉的話 像是筆電的鍵盤失靈 或是螢幕有壞點需要更換螢幕等等 這裡比較進階的維修 還是得去筆電的維修站做更換 如果要自行更換螢幕或是鍵盤的話 就得自行拆解筆電 但拆解後的筆電主機板上 有著各式各樣的排線與接口 對於剛接觸筆電的新手 卻是極大的困擾 正好最近這幾天 正在籌備一個漸進式的企劃 那就是我想試著研究與自行DIY筆電 所以正好要到了幾個筆電的零件 這張筆電主機板為 華碩S540MB的主機板 CPU使用N4000 搭配MX110的獨顯 4G並且漢死的記憶體 並且又額外購買了一個 S540系列專用的筆電薄墨鍵盤 那在開始進行研究前 我想先來介紹一下 想要自行更換筆電各個零件的朋友們 在筆電主機板上 常見的幾個排線與接口 首先是筆電主機板正面的部分 正面的部分 在筆電內是與筆電的背板做接觸 上面有數個與背板固定用的螺絲孔 在筆電的正中間 有兩個被散熱模組蓋著的地方 這兩個地方 就是CPU與GPU的位置 一般來說 GPU的發熱量比較大 所以在主機板上 會有較大面積的散熱起偏 也就是在主機板上的這個位置 就是GPU的所在位置 而另一個散熱模組 就是CPU 在一些電競筆電的產品上 則會有樹根銅管 覆蓋在這兩個散熱模組 將CPU跟GPU的熱 帶到右邊的這個風扇上 在更高階一點的款式 則會有兩顆風扇分別帶走這兩個主要的產熱零件 左側就是常見的IO接口 以S540MB的主機板來說 由左至右分別是一個音源孔 兩個USB2.0 一個USB3 一個HDMI 以及一個電源線的接口 想要讓筆電開機 那就得有這個接口做供電 如果你不知道電源線接口的話 可以看到右邊有個 到L型跟主機板連接看起來像是焊錫的地方 那個就是了 下面的地方 有個長條形的針腳 類似電源線的插頭 不用懷疑 這就是用來接筆電電池的地方 各家筆電主機板所連接的電池 電池的星數不一樣 大致上來說 星數越多 能接的電池容量也就越大 對於筆電電池選購的部分 有興趣的話會做一支影片來介紹 右上角的部分 寫著WLAN字樣的接口 這個接口 就是用來接筆電的無線網卡 想要讓筆電能連上WiFi 就得靠這個接口 接口形式為Mini PCIe 可以用來更換目前最新的AS201網卡 又或是當作筆電外接獨立顯卡的插槽 接下來是背面的部分 背面的部分主要有6個排線接口 最上面的部分 旁邊有個EDP字樣 這個接口 就是用來接筆電的螢幕 在左下角的地方 有兩個寫KB與TB的接口 KB的排線接口 就是用來接上筆電薄墨鍵盤 TB則是用來接上筆電B面的觸控板 那就由ASUS的筆電鍵盤來說 他們家的電源鍵 就是直接整合在鍵盤中 其他家的筆電 則是用筆電開關板 來做開機 對於這類排線式接口的接法 那就先打開接口上的擋板 接著將排線對齊接口上的缺口 再蓋上擋板就行了 在右側的排線接口 最上面的叫FAN字樣的接口 不用懷疑 就是筆電的風扇接口 採用的是4Pin 在下一個接口 則是用來接上筆電儲存用的PCP板 以S540這張PCP板 可以看到兩個接口 上面的接口是用來接光鐵機 而下面這個接口 就是SATA接口 可以用來接2.5吋的SSD與HDD 最下面的這個叫Speaker字樣的接口 則是用來接上筆電的喇叭 由於這款的記憶體是汗詞的方式 採用的是LPDDR4的記憶體 所以這張主機板並沒有記憶體的插槽 無法升級記憶體 關於記憶體的插槽 就以我目前在使用的這台電競筆電為例 其中這個插槽就是記憶體的插槽 採用是DDR4的記憶體 安裝方式就是直接45度插入 聽到Card一聲就代表升級成功了 以上 就是關於筆電上常見的排線接口與插槽的介紹 有興趣看我分享關於3C與家電知識看法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留言 並且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我是Pin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按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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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